你是臺灣聯合國協進會常務理事 那我先請教你 你們有指示他嗎 完全沒有 我要在此說明 我們協進會是NGO組織 大家是因為理念認同臺灣加入聯合國 這個理念 所以我們才加入才參與的 那我們不會要求我們的會員 或我們幹部說你去做什麼做什麼 要給我回報 因為基本上我們不是一個 我們不是政府的機關 也不是一個情報機構 我們跟中國那些協會是不一樣 我們真的就是一個NGO 一個民間的團體 對 所以他這樣的指控對我們來說是非常荒謬的 所以第一個你們沒有像他講的說指使他 對 完全沒有 而且他要回報給誰 他拍完了以後有沒有回報資料 以說他有發送報告回來 我想我覺得他只是一個好奇者 可能他會分享給陳雅玲也不一定 因為他跟陳雅玲說他要去 就像如果我今天說我跟陳雅玲說我要去 我說我拍到什麼 拍到什麼 跟誰合照 我覺得這個分享不代表是回報 他只是可能跟陳雅玲講說 我現在在維多利亞港 我在聲援 我現在進深圳 我現在拍到什麼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好奇心 對 那我覺得中共把他無限的擴大成一個間諜的行為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荒謬的行為 趙委員也曾經是民進黨中國事務部的主任 對 那你怎麼看待中國這樣的一個作為 到底是什麼樣的企圖 我覺得他們就是展現的銳實力 他就是挑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協進會 因為這次台灣在聯合國的大會上面 受到了來自於友邦 受到來自於很多其他的 這個理念相近的國家 很多的直接檯面上檯面下的支持 所以這次其實是台灣 不僅只有在這個WHO 其實特別在聯合國的議題上面 其實得到很多的掌聲 然後在這種情況之下 一個就是崛起中的國家 但他卻不走文明的道路 他特別挑NGO組織 特別挑聯合國的參與的組織 裡面的其中一個成員 然後把他打成間諜組織 他這個東西其實不是在說給國際社會看 因為國際社會非常的詫異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是常年每次在聯合國開大會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進去 在外面以一個民間的身份 然後號召世界聲援台灣的力量 在那邊進行遊行 進行遊說的一個非常單純的組織 那他要講給誰聽 他講給在中國內部的人聽 他叫做什麼掩耳計畫 迅雷不吉 迅雷不吉掩耳吧 我覺得那是掩人耳目 掩這個中國人民的耳目 他告訴中國人民說 台灣你現在要繼續用這個加入聯合國 來遂寢台獨 我就打擊你這樣子 可是這真的很可笑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 他不是政府部門 他這個民間團體當然都講了 他也沒有執行任何的情報工作 那我請問一下 那請問一下李孟居他的上限是誰 中國現在沒有任何的這個說明 那你剛才說是蔡英文直接指揮他好了 你這樣講比較快對不對 據說他裡面有個 他說有兩人呈商議 為配合蔡政府 對啊 支援香港民主 然後他一個人叫老蔡 老蔡不知是蔡英文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滑稽 那再來就是說 他還講說數百起台灣間諜 對對對 還是什麼情報網 抱歉 懂情報人都知道情報只有單線聯繫 不可能有橫向聯繫 更不可能有情報網 因為有情報網 一個人被抓之後 整個人都被抓了 所以這是個非常外行的說法 那另外就是說 台灣有這麼厲害 我嚇一跳 我想我們台灣情資單位這麼厲害 在中國有數百個間諜 我覺得太高估了吧 數百個情報網 對 我們國安局可能會開會說 抱歉 我們還沒有那麼大能力 所以這個說法其實是很外行的 我們目前是不做這種東西的 那另外就是說他還強調 他講說有什麼十六段的視頻 視頻就是影片 四十八張的照片 就證明他在竊取機密 抱歉 我覺得其實李孟軍 他只是拿他的手機或DV 他聽到那個營區 裡面有人在 可能在做些什麼軍事的刺槍或幹嘛 他好奇 他去拍 那這個拍我必須要講 這個我們知道民主國家 一定有比例原則 這或許 也不能算洩密 你拍攝一些軍事設施 頂多罰款 可是中國就可以無限上綱 說你這是洩漏機密 而且你看他穿的衣服是282國安刊 對 在這邊 這什麼衣服 282國安刊 那個衣服就是他是在國安 是廣東省國安局的看守所 那表示他現在還沒有被審判 所以他今天怎麼能不出來 他不出來的話 我告訴你 判得趕快判禮無期徒刑 中國你跟他講好了嗎 你出來講啊 你出來咬啊 那我到時候量行為寬 就是他沒辦法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這幾段影片要構成間諜罪 其實是在民主國家來講 絕對不可能的 比如在中國來講 他可以無限上綱 而且中國的官員還說 根據香港國安法 他這個行為是可以判處 三年引傷到無期徒刑 我問你今天李孟劇踢到這個 不會害怕嗎 但很緊張啊 香港都看無期徒刑 你中國可以判到什麼時候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也不得不出來 那這件事情很怪 他是在去年八月發生的 那中國為什麼挑在這個時間點 來把它重新冷菜又熱炒 當然是針對台灣 因為雙十節後 而且他把它作為什麼 而且他是要求所有中國的學校 公務員員都要看這個節目 他被人是一個政治教育 而且我們過去那個當兵的舉光日 他就要用這個東西來醜化台灣 說台灣給他們做了非常多的 這個滲透等等等等 那但是我必須要提醒國民黨 這次這個影片裡面有提到一段 他說很多人大肆利用 兩岸交流的管道 大搞學術情戰 媒體情戰 什麼意思 學術的情報戰 媒體情報戰 那我必須要講 學術的情報戰 媒體情報戰 去最多的其實是藍營的學者 還有藍營的媒體 所以他們要小心 他們現在在中國 難說 要翻臉的時候不管那些了 這就是中國的國安單位 他為了要搶業績 他幹了這個事情 你不要講 我們學術業有 我們台師大的 施政平教授 我認識他 他前年去中國就被抓了 他是留美的經濟學博士 他前年退休 我還碰過他 他說他要去對岸 去大學 去講課 去被抓 施政平 到現在音訊全無 據我的瞭解他的家人非常痛苦 為什麼他們怕什麼 如果太高調 他可能更慘 他還沒有被判 所以中國所有的司法 掌握到他手裡面 他就告訴那個施教授的家人 你們就不要講話 所以你想想 一個大學教授 一夕之間在那邊 沒幹什麼事就被抓了 音訊全無 生死不知 他的家人做何感想 音訊全無 音訊全無